体检报告里的LDL低密度质蛋白是敌势友 想象一下,我们的血管是一条条平滑的河流 血液就像勤劳的船队,在着氧气和营养物质在其中航行 LDL低密度质蛋白就像是船队中的维修船,负责运输修补材料胆固醇 然而,长期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就像河流受到了污染,引发了炎症 炎症就像河床上的小火苗,灼烧着血管壁,让它变得粗糙不平,甚至出现裂缝 血管壁受损后,会发出求救信号,LDL就像接收到信号的维修船 满载着胆固醇这个修补材料从肝脏出发,迅速赶往受损部位填补受损裂缝 胆固醇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,恢复血管壁的平滑 不仅如此,LDL还能加固血管壁,就像在河床上加了一层保护膜,防止它进一步受损 但如果维修船对日复一日不停地进行修补,就会形成胆固醇斑块 这些斑块就像河床上的障碍物,不仅让河道变窄,血压提升,还容易形成血栓,导致中风 关注我以快速了解更多健康资讯